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裏 Satino 郭靖彤 在這裏 大眼在這裏 今天我們就要說有一群著醋去英國的黃絲 其中一個就說自己本來就是含著甘鑰匙出生 但誰知道去到英國那裏就慘變成為地底泥 究竟什麼人這麼厲害 連一個這麼有錢的人去到英國都變成這樣的遭遇 關於這群搞了事去英國著草的人 他們的故事我們稍後再回來看看 接著就是頑固台獨分子排行榜一直以來名列前茅的蘇貞昌 又有出位言論 這次他就說到內地人民因為缺電 現在要在路邊找木來燒 為什麼有這樣的消息 我們全部人都不知道只是蘇貞昌會知道 我們稍後回來一起討論一下 再之後就是印度的西部馬哈拉斯特拉幫 有一名16歲的少女在過去半年間慘遭了400名印度大漢 而當他去尋求警方的協助的時候 連警員都不放過他 加入了租貞他的行列 現在這宗新聞已經變成國際大新聞 印度警方也被迫做事 如果不是相信他們根本就會側側駁多角 因為這些事情在印度根本每天頻頻上演 這個覺得自己是排行世界第三強國印度 覺得自己有這樣的實力可以和中國撐到行的印度 這些不幸事件的細節稍後慢慢跟大家報道 再之後就是在前年6月4日非法走出來 有一大群人 當中這個李卓人蔡耀昌 梁耀忠與購為胡志偉 就在昨天在區域法院認罪兼求情 而當中可以說到言論最出位的李卓人就在求情的時候說到 原來他早在1989年6月4日當日就已經立志要坐牢了 為什麼當日在三十多年前他已經這麼早立志要坐牢呢 當中他又說了些什麼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就是要報導一下美國 集拜會之後拜登回去立刻第一時間就說到 對全世界說如果台灣省要自立的話是他自己的決定 美國就不會鼓勵 但是美國就會進行台灣姦系法 說到這裡那就是怎樣 若然台灣省要自立的時候 你美國是否會出兵介入 這些就是拜登又在玩戰略模糊 但雖然拜登總統白宮發言的時候戰略模糊 但是其實暗地裡戰略卻非常清晰 這就要看五角大樓的部署 五角大樓最近就說面對2019年在敘利亞央及遲遇傷了很多無辜市民的事件 五角大樓的回應就是這個世界上都沒有一支軍隊好像我們這樣努力去避免平民的央及遲遇 所謂人無此便無敵 難怪美國的軍事到現在還是世界無敵 但是其實好戰的美國表面上就和其他國家和談和平 其實暗地裡已經不斷地推高自己的軍力 以及降低自己的出軍門檻 即是可以隨時想出軍就出軍 稍後跟大家一一報導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首先就要說一下一些著草去英國的人 其中一個還說到自己本身含著甘鑰匙出生 誰知道英國那邊含著甘鑰匙出生 就做了地底泥之中的地底泥 這個個案說到自己兩年前曾經在理大搞事 當時他只有17歲 還有一名中學生 化名叫Ivan 這次去到英國那裡不是用BNO5加1移民計劃 而是申請政治庇護 自從參與了搞事活動之後 他就說到自己的一生作出了一個巨大的改變 整個故事的開始就要由理大那天他怎樣搞事開始講起 當時Ivan就說到在理大那裡被圍住了 而在學校的周圍就滿佈這個燒煙 當時的他就覺得自己會在理大那裡離開人世 大家聽完之後不要笑 因為他就說到在他旁邊的人 個個瘋狂地走來走去 其中他那些所謂的手足還不斷喊 就大叫到很痛啊很痛啊 因為有些人就全身都是藍色的水 有些人就無厘頭跌倒 甚至乎有些人可能是崩了一根指甲 都叫很交叉痛 這些助語詞他們沒有了是不懂得表達 我們就理解一下 這個Ivan當時還預備了一些遺言 因為他覺得自己將要離開人世 但是說遺言還說遺言 他就說到就算怎樣都好 我就不是自行了斷 所以他拿這個手機來拍出這段遺言的時候 就首先拍了一個不願自行離開聲明 而且在拍這條視頻的時候 還非常強調他曾經在世上存活過 誰不知Ivan所想到的事情就全部都沒有發生 被警方拘捕了之後 還在不夠48小時之後就獲得保釋 整件事令他覺得有很大的出入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是在打仗嗎 自此他就說到自己出現了嚴重的情緒問題 不單止沒有辦法跟人溝通 還經常出現了一些幻聽的現象 就覺得很多人在他身邊大叫 剛才就說到他說到自己是含著金鑰匙出生 不過這樣說也有點偏差 其實他自己形容自己是含著金鑰匙之中的含著金鑰匙 也就是說是比有錢人更加有錢的 從這個形容詞 我自己就覺得他可能是李嘉誠的私生子 因為說到是有錢人之中的有錢人 起碼都要去到大媽沙的級數 所以我們在這裡轉一轉他的名字 Ivan就不夠形容他的 我們就叫他做李澤埃 李澤埃就說到雖然他是這麼有錢 但是他家裡也試過不行 加到中落 家裡又賺過很多錢 又試過加到中落 然後又變回很有錢 所以他就明白到什麼叫危機感 故此年紀輕輕的他已經很懂自己賺錢 還試過在透過自己建立的生意裡面一個月賺到六位數的數字 可能是他十三四歲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他怎麼做得到 不過聽估就不要駁估 我們看看他在英國那裡搞成怎樣 自然說到要申請庇護就不去 搞BNO5加1的他 就說到這是一個聰明的主意 為什麼這麼說 李澤埃就說到搞BNO5加1移民計劃 分分鐘你去到第三年英國政府反口不算 那就糟了 所以就一定要搞政治庇護 一經批核就有24小時之內就可以得到永居權 到時英國政府想反口也不行 不過去到英國那裡的李澤埃雖然就叫做定居了下來 但是由於他完全沒有技能 加上那邊經濟低迷就找不到工作 現在的他可以說到是完全零收入 加上有一大筆的開支就覺得自己很慘 而且剛才也提到了 自從在理大搞完事之後 他有很嚴重的情緒問題 這些東西去到英國那裡就更加變本加厲 因為寒冷的天氣 加上沒有東西 就令到他自己覺得自己已經完全變成一條廢物 雖然新潮民從頭到尾都覺得他出生以來都是一條廢物 再加上他前言不對後語的故事 明明你就是李澤埃的身份 照計你去到哪裡都是這麼有錢的 為什麼你去了英國之後突然之間又會沒有錢 這裏我們就覺得百思不得其解 再加上他有嚴重的情緒問題 經常有幻聽和妄想的情況發生 所以由頭到尾究竟這個李澤埃的故事 會不會都是一個想出來的故事 看來也很有可能 說到李澤埃的故事 就說說其餘兩名手足 都跟他一樣申請了政治庇護去到英國那裡 就上面提一提他們的故事 另外一名所謂的手足 只有二十多歲的一名女子 她的名字叫小歐 也有在理大當日有份搞事 雖然她就不承認 她就說自己那天只是做義務急救員而已 因為她說自己沒有這樣的膽 但看真點她的膽子有點不小 曾經說只是做義務急救員的她 就說到當日只是在醫療站幫忙 由於只有半桶水的醫術 甚至乎只有四份一桶水的醫術 她就說到當時那些搞事者去到醫療站幫忙的時候 她根本完全不懂得醫 當時那些搞事者都有不同程度不同種類的傷勢 不過她說到她就有招絕招 就是不理三七二十一 只有叫來求助那些人一律都是呼兵 這樣就能治百病了 說到這裡的時候 她也覺得有點尷尬 也證實了他們那些義務急救員 原來就是這麼流 但她就說到那天只是去幫忙 但在理大搞事搞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她就說到曾經嘗試去突圍 也就是嘗試衝出警方的封鎖線 途中還弄傷了自己 當然對待自己的傷勢 她也是幫自己呼兵了事 就沒有其他辦法了 所以她被捕之後 也都是被控告相同的罪行 其實警方對這些搞事者 真的非常不錯 最起碼的就是這些人全部都可以保釋 所以在今年的三月 她也穿了草去英國 也申請政治庇護 跟這兩個個案不同 還有一個三十多歲 比較成熟的搞事者 也有在理大當日 在案發現場 被出場被捕的阿湯 這個人可以說到是一個正正中中的理大 前線分子 因為在被捕之前 她是不斷收拾東西 來扔去警方 而且在被捕的時候也極力反抗 還拿著個盾 同樣是申請政治庇護的 連同之前的兩個個案 這三個人 不約而同也有一個特徵 就是全部都患了心理病 不過感到正常 如果心理沒有病的話 又怎會在理大當日出現呢 其實他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在香港的時候 就已經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心理病 所有人都認為是自從理大當日才出現這些症狀 所以現在他們申請政治庇護 穿了擋去英國之後 就說到英國當地完全沒有給他們一些心理上的支援 其中李澤埃還過分地說到 那些英國的所謂心理支援 只不過是打個電話 一拿起聽筒的時候 就問你有沒有事 李澤埃就很行的說到 我沒事 多好 那對方一聽到這樣的時候 就說你自己說沒事的 那好吧 沒事了 拜拜 那就收了線了 從此也沒有再打給他 搞到李澤埃原本就想問對方拘捕 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三個人現在就入住英國的所謂難民賓館 每當有人敲門的時候 這三個人都覺得 是不是香港警察找上門 死了死了死了這次 怎麼辦 都要由他旁邊的同袍說 這裡是英國來的 沒有香港警察的 不用怕 就算要上門拘捕你那些 都是英國那些 不知道軍情多少處的人 聽到這裡 這三個人就說到 雖然我們已經穿了草去英國 但是我們不是逃兵 我們依然在海外繼續發揮我們的力量 繼續為香港發聲 到最後 這群人就拋出了一個人生的大道理出來 總結他們一生豁胡輝煌的成就 我們聽聽他們說什麼 說不定學到東西 他們就說到 要做大事 就必要有犧牲 自己的犧牲遠遠都不夠 如果要讓香港有民主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要想想怎樣在自己的崗位付出 而不是將希望放在一個人身上 這句就是他們的人生座右銘 所以在這裡可以奉勸大家一句 若然如果嫌自己太多錢 想減省一些 又或者覺得自己的事業做得太成功的話 想失敗一些 都不妨可以參考一下以上的句子 說不定都能幫到你 接著就是 頑固的台獨分子蘇貞昌 又發表了一些驚人的言論 這次蘇貞昌說到 說我們中國內地的同胞 因為缺電 所以就要在路邊撿木 來燒著它 不知道蘇貞昌這些消息 究竟在哪裡看來 又有沒有事實的根據 還有蘇貞昌這番言論 就是昨天 在這個省的立法院裡面說的 好像蘇貞昌這樣經常發表一些假消息 來營造中國內地生活很困難 都不是第一次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記得 台灣省以前經常說的 就說到 中國內地的同胞連茶葉蛋都吃不起 時至今天 茶葉蛋的言論 在台灣省的島內 仍然還有很多頑固的台獨分子 相信 當然現在資訊發達 自從香港又回歸了之後 在香港基本上不會有人相信這些荒謬言論 至於我們中國內地是不是缺電 現在中國的發電多數都是燃煤 在昨天上午的時候 我們國家的法改委 發佈了這個例行的新聞發佈會 當中新聞發言人 萬偉在會上說到 在10月份以來 經過統調之後 電廠的工煤 持續大過耗煤 即是說 煤炭的供應 是大過消耗 而且現在他們積存的煤炭數量 是達到1.29億噸的 目前這個數量 是可以給電廠 足夠用多少日 足足可以用到22日 假如接下來的22日 完全沒有煤 停了任何進口 停了任何生產 這個數量仍然是 足夠我們中國全國使用22日 所以根據這些數字 就可以證明到蘇貞昌 他說我們的內地同胞缺電 完完全全是一宗假新聞 也證明了這個蘇貞昌 根本就是沒有常識 又不看新聞 其實說到缺電 我們今年年頭台灣省才是嚴重 缺電缺到 當時台灣省的民眾 連搭電梯下街買個麵包都不行 而且蘇貞昌在說這些事情的時候 阿奧真是發現他 不會面紅的 而且還說到很激動 不是說一些東西說到激動 就是真的 蘇貞昌 我們看看一些數據 這個數據是說台灣的發電比例 現時台灣省生產電力的種類 大致上分為四種 最常用的當然就是火力發電 當中包括燃煤發電和燃燒天然氣發電 第二種就是核能發電 這個核能發電 在台灣省的發電比例裡面 也是佔比比較高 達到11% 然後就到 彭第三位的再生能源發電 現時這個再生能源發電 就佔台灣省的發電比例 是5% 剩下的1% 就是台灣省裡面的抽搐水力發電 即是說現在台灣省大部分的電力 都是要依賴這個燃煤 而且在再生能源方面 他們的投入是比較少的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我們中國內地的發電比例 當然最依賴的依然是火力發電 即是燃燒煤炭或者燃燒天然氣 這件事 暫時相信全世界都是 但是這樣我們看看其他的數字 中國第二大的發電種類 就是這個水力發電 是佔了我們全國的發電比例 超過16% 其次就是風力發電 5.59% 然後就到核能的4.94 還有接近2% 是這個太陽能發電 不比是油自可 一比就發現 我們中國內地的發電比例 單單是再生能源 即是風能 水電再加上太陽能 就超過了20% 比起台灣省的5%來說 是要高得多 而且縱觀全世界的發電比例來說 我們中國的再生能源發電 已經是世界名列前茅 其實看完這些數據 就真的可以證明到 內地政府 在這個發電的投資上面 比起台灣省的省政府 是真的大力得多和多元化的 因為發電 關乎民生 以及很多工業的範疇 工廠製造產品也要用電 人民的生活也要用電 尤其是接下來的冬天 我們中國的北部地方 冬天是有供暖系統的 所以國家維持人民的生活用電上面 是非常關注的 就不像台灣省 台灣省不是沒有風電系統 不是不可以興建太陽能 他們都有技術 為什麼台灣省的省民 經常去套租他們的省政府 說到他們的政策 是一團租 因為人民生活的基本設施 從來都不是這個蘇貞昌 和蔡省長的民退黨 他們所重視的 難怪之前我們中國內地 就有官員說到 台灣省統一了之後 你們就可以留那些 買軍備的軍費 拿來做你們的生活設施 問題就是這麼簡單的 而這個蘇貞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之前被人列了做 台獨的頑固分子 他的大名就是在這張清單上面 所以他就生氣到 不惜一切用盡所有的方法 都要走來抹黑我們中國內地 其實這個蘇貞昌 他自己都是中國人 還要他組織在哪裡 這個蘇貞昌的組織是福建省 的漳州 他阿爺還要是一個 清朝的壽彩 你明不明白你就是中國人 但是就被台獨污染了 蘇貞昌 你知道你鄉下的漳州最出名是什麼嗎 就是我們中國四大名約之一的片仔王 這個片仔王的功用 你肯定不知道 是可以消腫止痛 還有活血化瘀 而且最重要是可以清熱解毒 這樣就可以解一下你的台獨 看你的樣子那麼醜 如果將來統一了之後 有機會的話你服完翼坐完監出來 應該回你鄉下走走 買一盒片仔王 調理一下生子 那就不用整個漢奸樣 再之後就是要說一下印度這個國家 號稱自己是世界大三 又號稱自己可以跟中國撐到行 還可以短時間超越中國 說這麼厲害 印度這個國家 最出名的特產 就是 無辜的少女慘被遭撻 印度最近有一宗新聞衝出國際 CNN和英國的每日郵報都有報導 印度有一名16歲的少女的身世很慘 13歲的時候 被家裡逼她嫁給一個33歲的印度佬 然後被印度佬欺負 每天又打 然後走出這個惡夢 然後回到梁家 怎料回到梁家也被父親打 來打 父親打的時候他覺得無路可走 無家可歸 然後就在巴士站那裡黑肚 誰知黑肚的過程就被其他印度人 夾走了 逼他接客 在半年間就接了400個客人 這400個印度大漢就每天摧殘 位於印度西部的馬哈拉斯特拉邦 大家要知道這個地方就記住了 千萬不要靠這個地方 不過我建議大家正常連印度都不要去 因為基本上外來的旅客 去到印度 想著探討風土人情 而遭受到不幸這些新聞頻頻上演 而當這位可憐的16歲少女向警方求助的時候 警方居然不幫助他之餘 還要加入了摧殘這個行列 印度這個社會可以說是 在這個種性制度之下 這些文字未開 化外之人 形同禽獸的行為 都是每天上演 其文明程度還說敢跟我們中國匹敵 有些事情不可以恃著自己的年份多 你的國家年份多就不代表可以跟我們中國鬥 不是古國就大了 都要聞名才行 因為這宗新聞已經衝出國際的時候 警方都不得不做事 也不能再加入摧殘他的行列 現在那位少女說自己認得出25人 成功抓了只有8個人 還有很多人還沒復發 單起有紀錄來計算 印度的國家犯案率每年有2.8萬個女性遭受到摧殘 這是有統計的數字 沒有那些根本還沒計算 更何況以印度的司法制度和醫療制度零亂不堪有時候可能會玩一件事 未落差處就當不是一宗案 未鎖定疑犯也不是一宗案 所以其實加起來起碼覺得成十倍 不過相信也不止 話說曾經有一位旅客乘坐德里巴士 想著去探討印度風土人情 結果在巴士上被人又打又強行進入 摧殘了13天之後就去到新加坡那裡離去 好像這些人間惡夢其實是不斷地上演到印度 而當英美勢力他們想助長印度 他們不是真的想搞好這個地方 他們只不過是看中這個地方的人就是夠落後 夠懸恥 夠傻 為他們英美勢力會增添大量的勞動力 他們只是看中這一下 所以印度人為何去到這個世界各地的行為都這麼囂張 有時候也是因為自己的種性制度 個個都覺得自己是天之嬌子 人中的龍鳳 所以出去就不尊重其他人 其實根本是一群坐井觀天 在外國人眼中你們所有人都是低級人種 關於這個印度種性制度 也是因為這麼多低種性的女性因而被強行進入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因為往往犯案的這些高種性印度男子 他們在強行進入一些低種性的印度女子的時候 在他們的傳統上來說 根本就不屬於犯法 往往這些受害者還要被人說回頭 說到是不是要刻意勾引這些高種性的男士 來想搏上位 搏改種性 輿論還會說這些受害者回頭 連他們自己的家屬也會怪罪這些受害者 甚至對自己的受害親屬去執行加法 由此可以看到 由於高種性和低種性制度所帶來的根深締固 因此這些低種性人口 在印度來說可以說是大量大量 海量那麼多 他們根本由工作到生活都沒得選擇 情況簡直嚴重到 好像捉鬥壽棋一樣 外國人就是最高種性的人 就吩咐一些印度的高種性人士 然後就把所有的工作推給這些大量的印度低種性人口 你也叫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因此外國人看中的就是這些 而在我們可以看到的短期之內 這個情況可以說是一定不會變的 所以印度如果真的想每次都要和中國看齊的話 麻煩你擺脫了這些不合理的制度 再之後的就是 在去年6月4日有一班人非法出來 去到維園那裡進行集結 當中在昨天就住這宗案 這些異熟能長的人就來去認罪了 而認罪的就有包括沒有人不認識的李卓仁 民主黨的前主席胡志偉 支聯會的秘書蔡耀昌 以及前上委梁耀忠 說明認罪 這班人又怎會不求情呢 當中如果要說到 在求情的時候都要搏出位 就不可以不數這個李卓仁 因為李卓仁在求情的時候 就準備了一封求情信 裡面的內容 簡直聽完之後 都會覺得令人嘩然 不知道說到這封是求情信 還是求家營的信 事不宜遲就立刻讀他的信 李卓仁就說到 他搞事搞了那麼多年 都已經不是新鮮的事 如果香港人還有記憶的話 就早在1989年 也就是32年前 當時的六四就是他表演新手的大好舞台 他說從那一刻開始 看著這個電視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機會來了 一定要藉著這件事搞大他 這樣他才可以出位 否則 就一輩子都沒有人認識李卓仁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就說到坐牢他就預料了 這個也是他的理想 而這樣說下去 就是他這個坐牢的理想 就早已經在32年前 已經有了 當然他有一番很漂亮的包裝 就說到要坐牢 他自己一生無悔 到今天坐牢是我的名字 命運也是這樣安排 然後就不知道找了什麼書 引用到當中的作者說到 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 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我搞這麼多事情 都是想人們留住這些記憶 讓他們不要遺忘 因此 他的坐牢也會讓別人不要遺忘 以及別人不要遺忘了他搞過的事情 以及他的所謂六四理念 整段事情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當中沒有提及過 他搞事搞了這麼多年 尤其是藉著這些事件 縱成立埋 職工盟等等的這些團體 從來沒有提及過 當中他賺了多少錢 賺到現在都可以說是上了案 說李卓人 屈指一算 就憑你這樣的人才 起碼都有幾千萬落個袋 斯敏以你這樣的款 出去找份正正常常的工 又怎會找到這個數字 很明顯 你就是覺得這一行有得生氣 沒錯是這一行 因為你們已經化為了一個職業 而且還做到風山水起 就不要說自己那麼偉大 你夠不夠膽在庭上 那封所謂的求情信上 提及到自己因為這些事而賺了多少錢 不過這樣也不奇怪 若然他提及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之前說那些廢話 包裝得有多漂亮也好 就會完全滅滅 另外一個都為了自己犯過的案 而去到求情的人就更好笑 他就是蔡耀昌 蔡耀昌的代表律師就說到 由於蔡耀昌出生就是在一個草根的階層 但是他就有兩個法律學位 雖然是這樣 他竟然放棄了自己的前途 而選擇來從政貢獻社會 放棄自己的大好前途 原來從政就等於代表了放棄了自己的大好前途 你不要說自己成為偉人 如果像你這樣說 所有政治人物 都沒有前途 那蔡耀昌的犧牲也挺大 其實我說好像他這些人 即使有兩個法律學位也好 基本上誰找他打官司 又或者諮詢法律意見 都是等於幫賭亡 而這件事他自己就很清楚 所以即使有兩個法律學位也好 他都不會重視相關行業 就可以說到從政只是唯一的選擇 並不是你說到什麼放棄大好前途 更何況你身為支聯會的秘書 你都代不少 從你賺到的錢來說 你在社會也算成功 難得讚你 就絕對沒有什麼放棄前途的這些說法 另外一個人也跟他差不多 這個就是民主黨的前主席胡志偉 胡志偉的代表律師就說到 胡志偉身為一個獨經濟出身的人 但是他又沒有從事金融行業 反而又加入了這些搞事組織來貢獻社會 任職立法會多年和區議員多年的他 簡直就是無私的付出 胡志偉你做區議員做立法會議員 沒有收錢 有時候還是雙鳥議員的時間 你簡直可以說到 在全港打工仔來說 都算是上層那層 什麼東西無私付出 不要玩 反而你是覺得 收這兩份工資還沒足夠 還要像之前那樣 民主黨搞個大眾籌 去集資 找最後一筆 這樣也叫無私付出 你這樣說簡直抵毀了全世界的義工 而這三個人也都不約而同在求情的時候就說到 他們是永遠都不會忘記6月4日這個日子 然後還禮橫節曲說到 由於之前警察也都在公開媒體那裡贊成 要表達意見的人就要用一些和平理性的手段去表達 所以他們就說到去年的6月4日 來到這個非法集結的時間他們就沒有動手動腳 因此都算是一個和平理性的手法 連警察都支持的 你這樣說都可以 其實警察的說法就是叫你們這班人 搞還搞 就不要搞那些動手動腳的行為 而且這番話 都是在前年的時候 也就是在香港聚亂的時候說 鼓勵到你們不要犯一些動手動腳的案件 這樣被你們拿出來 來引用 來包裝自己的犯法行為 這樣也可以 如果根據你們的邏輯 就表示動手動腳 才算是犯法的話 那麼很多罪案都不成案了 例如前幾天 警方和海關就倒破了一些 去賣非法開心藥的份子 當中賣這些非法開心藥的人都沒有動手動腳 那就是不成案 又例如說到一些商業罪案 又或者一些騙案的時候 當中都沒有動手動腳 如果根據你們的說法 那又可以求情成功了 所以說到你們 什麼拿著兩個法律學位 港大畢業 什麼沒有從事金融高層行業 其實依你們的本質 無論讀書讀多少都好 你們都是社會上的一塊垃圾 再之後就是要報導一下美國 自從習拜會之後 拜登在第二天最轟動的言論就是美國不會鼓勵台灣自立 如果台灣要自立就自行決定 但是美國會履行台灣監系法 這個什麼三聯六行 這些狗屁不通 我們外交部汪文斌都說這些根本狗屁不通 根本是某些勢力的人士炮製出來的產品 無法依據也無效 但是可見拜登在這件事上依然是戰略模糊 那是怎樣 若然台灣自立的時候你們美國是否會出兵協助 關於這個習拜會沙利文就說到了 當日很多時間都說了台省的問題 然後就說一些美國老好想談的問題 就是能源供應問題 全球供應鏈 全球經濟復甦 但見到很多精明的網民和時評也都說到了 其實台灣省也根本在做很多踩戰的動作 你都要逼美國上馬 逼美國協助他們台省自立 玩他們的政治牌 與此同時美國境內也有很多好戰派的政客 想著在背後督拜登兩頓 就特意安排自己來探訪台灣省 以及就台灣省的自立言論 就說很多刺激性的言論 例如說有多少美軍已經在台灣省部署 當日習拜會的時候 其實拜登也很想跟中國說一件話題 叫做軍控 軍控的意思就是控制自己軍力軍備 美國和俄羅斯說過 是為了戰略穩定的對話 但是跟中國說這個話題 就很green 沒試過說過 所以要鋪電應該也要搞一輪 在習拜會之後 拜登能夠說出這種話 可見其實台省問題上 相信我們國家領導人習主席 跟拜登應該是談了一些事情 大家就留意一下 還有對我們國家主席的信心 相信我們國家主席跟拜登應該談了很多事 我們國家是我們國家的部署 害怕都沒害怕 如果不是拜登不會第二天就說這種言論 而我們習主席說過的言論也很鮮明 就是說若然有任何外部勢力 或者台灣省環固的台字立分子 將會任何進逼和踩中方主權原則底線行動的話 我們中國在沒辦法情況下 都會不得不使用 最斷言的措施 來處理台灣省的問題 可見我們中國 在台灣省的問題上 戰略是非常清晰的 模糊的是美國 所以誰虛誰實 大家應該看得到 但是拜登現在面對的卻是很嚴重的內憂外患 除了共和黨一大眾號戰分子來影響拜登的國際部署 其實拜登總統自己和副總統賀錦麗之間其實也有很多內訌的情況出現 話說其實總統和副總統之間 歷任那麼多屆的總統和副總統的幕僚 有衝突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經常發生的 但是很多時候都能夠有衝突化為正面的力量 令到總統和副總統互補不詳 但是今屆賀錦麗就沒有什麼表現之餘 拜登民望大跌現在跌到41% 賀錦麗也非常不樂觀 明年他們兩個都要為自己各自打算 面對接下來的中期大選 賀錦麗當然是先保住自己的底線 怎會幫拜登 畢竟賀錦麗其實和拜登的合作只是一個政治合作 兩個根本就沒有真真正正的友情 賀錦麗以前還曾經 為了高拒女權主義的時候 大力指責拜登是一個綠山之首 經常對他女下屬指出綠山之首 所以拜登應該下台 賀錦麗以前曾經發起一個運動來聲討拜登 現在賀錦麗就給公子 他的工作沒有重點 團隊也無能 也難以發揮他副總統的功效 說真的賀錦麗只不過是社交花 一會兒也會為大家說說他的行為 為了闢謠 在11月15日拜登和賀錦麗還即時在抱抱 因為賀錦麗就在法國巴黎回到美國 他剛剛在拜登總統見完馬卡龍之後 賀錦麗也見了馬卡龍去善後工作 不過大家不知道 因為新聞好像有報導 但不是很大的篇幅 而賀錦麗其實期間已經盡量做了表演 例如說和馬卡龍握手 和馬卡龍一起探訪那些老兵 還有悼念那些巴黎客人份子所做過的事情 為那些人悼念 賀錦麗一直以來在任期裡面都被人說是一個報警版 因為他其實不懂政治 歷屆那麼多任的副總統 其實他的政治經驗比總統還高 但他是一個政治經驗非常低的副總統 找他回來純粹是因為他高舉女權 還有高舉這個他自己是有識人種 打著這兩個旗號來捧他 希望可以拿到這些票員回來 他的外交表現也是非常一般的 被指他作為副總統第一次出行去東南亞 只懂得讀稿 就著那些防病問題 人權問題 就說到毫無感情 甚至記者能夠問他他都不懂得對答 最好笑的是副總統出行的第一次行程就被阿富汗撤軍的新聞完全蓋過 導致他的表現完全沒有人關注 對比以前歐巴馬年代的拜登副總統 拜登副總統幫歐巴馬處理了很多 因為他的外交經驗非常老到 處理了很多外交問題 特朗普時代的彭斯特朗普什麼都不懂 但彭斯也是內外政治非常有經驗的人 甚至布殊年代的Dick Cheney 即使和總統之間幕僚和幕僚之間有很多內訌 但其實都能夠互補不詳 最後都可以發揮到功用 唯獨那賀錦麗 其實就沒有人知道他做過什麼 賀錦麗除了以前在三藩市做過的檢察官 其實在法律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戰績可言 最令人知道就是以前經常黏著名流 去一些社交場合 穿一些超級揭露的晚禮服 基本上賀錦麗的東西半球和北半球都經常露起人家眼前 不過沒辦法 為什麼會選了這些人做副總統呢 因為美國高舉自由民主 民粹主義 誰說的東西適合他們聽 誰在鏡頭面前說的東西夠市井 說話微飛色舞 十足十市井的潑庫 他們覺得很貼地 所以就選他 加上他有非裔血統和女性的身份 所以其實我們新潮民和我們香港正常人 大家最希望的就是拜登快點慣低 然後就等卡馬拉哈里斯和賀錦麗做美國總統 到時候美國一定不行了 賀錦麗這個人就出名用人為親 最喜歡捧自己的姨媽姑姑姐 親戚 姐姐 姐夫等等 全部一起進入他們的班底裡 被揭發後就逼逼逼走唷 那就不用了 又特別喜歡關照自己的小侄女 其實作為副總統有很多場合應該避忌 但是就在總統所出席的場合 活動裡捧自己的小侄女 捧自己的小侄女出的T-shirt 還有時尚品牌 還幫自己的繼女來鋪路做時尚模特 幫她聯絡和撲模特公司來聘請 很簡單 特朗普也曾經幫自己的女兒來鋪電做模特 但這件事完全是在特朗普參政之前 很多人也說特朗普的女兒 若然不是因為他爸爸是特朗普 以他的功力跟其他模特兒說 根本沒有資格做時尚模特兒 同一番言論也落在卡馬拉哈里斯 卡馬拉哈里斯現在的情況就是你身為副總統做這些事完全沒有避嫌 所以如果卡馬拉哈里斯做到美國總統 一定是我們中國之福 我們要知道拜登總統根本是說一套做一套 故意玩戰略模糊 還是其實他暗地裡做很多動作我們不知道 要看五角大樓的部署 說起五角大樓 最近媒體揭發大力強調到 在2019年3月在敘利亞美軍的機密特種作戰部隊 就曾經因為要剿滅ISIS組織 而用過他們的戰機投放了兩枚爆彈 而造成了大量的婦女和細蚊的重創和離去 就這則新聞就問到五角大樓有什麼表示 五角大樓的Lloyd Austin 就是Jafit那位 也都是拜登曾經說過下面穿制服的那個人 因為拜登忘記了他的名字 和他們國防發言人Call比一起指導 雖然媒體這樣報導 但他們並沒有因為這樣而下達任何具體的指令 要他們做些什麼 但是就著這件事中央司令部的司令McKenzie 就應要進一步提交資料來進一步欺怒 但是他們兩個都這麼說 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哪支軍隊 好像美軍那樣那麼努力地避免平民的創傷和離去 雖然我們不能經常做得到 但是我們都會很努力地避免他們這麼說 而當資料揭發出來 中央司令部的司令McKenzie在11月13日說 真正的數字有80人 新聞報導有64人 新聞報導這64人是婦女和細蚊 McKenzie就報導這80人裡面有16人是ISIS組織 只有四個是平民 但是他們說他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分辨哪些是平民和哪些是戰士 因為很多婦女和細蚊其實都有上層家餐來跟他們對抗 這件事我不可以經常怪美軍的 因為的確這些客人份子組織 真的會引導到婦女和細蚊都跟他們一起開波上行家餐 這些就是不法分子和客人份子所選用的遊鬥策略 就是要令美軍草木皆兵 所以很多時候美軍在敘利亞也好 在阿富汗也好 很多時候沒有你一下子爆下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好像在哈布爾機場一樣 明明一爆純粹爆得那三四十人的範圍內 但是為什麼美軍要衝下去追著二百多人一起來射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根本是草木皆兵 你根本分不到誰打誰 個個都滿面鬍鬍 整頭包著 但是所謂人無此便無敵 當美軍說到這個世界上沒有哪支軍隊 好像他們那麼努力去維持和平的話 難怪美軍這個世界上依然是最秋德的軍隊 但是反過來說這個世界也沒有哪支軍隊 那麼喜歡出紙的軍隊來嫁入他們的國家 搞到人家要成為客人分子來咬回頭 其實你們不去的時候就自然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這句話現在全世界都經常說 若然這個世界沒有了美軍的話 若然這個世界沒有美國的話早就已經世界和平 拜登很多時候就說要維持和平 然後一方面又說希望搞這些軍控 就是和這個世界的軍事強國搞軍控 表面上是世界和平 但是前一陣子才說到自己要降低核使用的門檻 就說美國就是一個不首先用核來開波的政策 就是如果別人不用核軍備的話自己也不用 但是美國就說 但是盟友的膚色不是這麼說 很多美國的盟友 頭號走狗來日本 澳洲 英國那些國家 都跟他們大哥說大哥你不要這麼紳士 你不用再對他們客氣了 一旦取消了不首先使用核軍備的原則 取消了它 不用對他們客氣了 我們中國說得出做得到 說了不首先使用就不首先使用 但是其實這個世界是美國不斷製造假傷敵 來降低自己出丁的門檻 五角大樓這個月初的時候也說到 說這個世界若然有核軍備帶來的威脅 第一個一定是北京這樣說 他們說現在北京預測在2030年之前就會有上千支核戰頭 我們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也指出 美國經常玩核威脅論 其實美國自己才是最大的核威脅對這個世界 美國現在用的話術混淆視聽 國際根本心知肚明 只是計算2021年初 美國現在已經擁有5550個核戰頭 哪裏紙那麼少 還有很多藏起來的都沒有公佈出來 整萬支都正在離開 而美國也投放了以萬億美元計 推動它三圍一體的核力量 也發展了很多低檔量的核軍備 降低核軍備使用的門檻 而且美國也陸續退出一些反渡條約 中渡條約等軍控的法律文書 其實就是持續推進部署全球的反渡系統 恢復陸機中渡研發的試驗 謀求在歐洲和亞太地區進行部署 還有最近通過核三角關係 根本完全構建一個極具冷戰色彩的小圈子 所以現在在底裏不斷增加這個世界的軍威脅和核威脅根本就是美國 而我們中國說得很清楚 我們中國是隔手和平穩定合作共贏 我們中國絕對是不會像美國一樣 你要主動將一些軍事的力量或者軍事的影響力去到全球擴散 我們中國從來都是提倡 有足夠的智慧能力來發展我們的軍備 你計算一下美國在全球有多少個美軍基地 有統計的就是三百多個 有些人說五百多個 加起來大大小小的 又說有報告指導有千多個 那誰對世界有威脅自然一目了然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新潮民頻道新潮民2.0頻道和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